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警称自己四岁半的女儿在一处公交站牌附近走失 民警迅速电话联系了报警人杨女士 据杨女士描述 走失的女儿留西瓜头 上身穿粉红色的短袖 下身穿浅色牛仔裤 脚穿粉红色花布鞋 身高大概一米左右 不太爱说话 他当时说带自己的孩子在我们辖区出来玩 他在前面走 孩子跟在后边 然后过完马路一回头 发现小孩不见了 然后四处找了下 也没有找着 与其沟通后 希望其在原地等待 我们民警过去见到当事人本人以后 然后进入了解情况 帮助寻找 但报警人以自己急着找孩子为由 不告诉我们民警 他现在的距离位置 刚刚丢了孩子 却不愿意马上见到警察 是这位妈妈结婚了头吗 我们民警转到事发现场时 与其打电话 对方也不告诉自己的具体位置 他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第一时间 感觉有些怪异 比较生疑 但是当初主要考虑 孩子的母亲如果丢了孩子 可能也比较心急 所以我们也就在第一时间 先迅速调取相关的录像 并通过我们的指挥平台 和市区民警 以及巡逻车 帮助注意查找 走失这个女同 民警与杨女士多次联系 对方一直以忙着找孩子为由 不予警方见面 直到几个小时后 杨女士终于再次主动联系了民警 到下午以后 他又联系我们民警 说需要观看 这个沿街的一些监控录像 有一些店面 不配合 不让他查看 希望我们民警协助 然后民警又赶紧过去 与其见面以后 对方当作神经比较落魄 很着急 很焦虑 有一些恐慌吧 可能 自称丢了孩子的杨女士 终于来到了派出所 然而 他之后与民警交流时的闪烁其词 更让人琢磨不痛 他自称是孩子的母亲 然后我们向他了解孩子父亲的情况 发现他很多问题答不上来 比如说孩子父亲的情况 他就是提供不了详细信息 他当时说的是 自己在西安打工 在西安市西郊附近 租住民房 与他母亲居住 然后孩子丢失的事情 不敢给他孩子父亲说 也不敢给他母亲说 他说他丈夫在为难 所以说短时间不能回来 当我们在再三询问的时候 了解详细情况之 对方就拒绝回答 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当时就是闪过一个念头 因为他当时感觉很反常 更反常的是 杨女士甚至连女儿的身份证号码 也提供不了 而他一直不说 然后我们就在公安网上查这个相关户口 发现孩子就 他的名下就没有孩子的户口 他当时说孩子 由于出生 就是出生一直没有报户口之类的 孩子当时已经四岁了 我们觉得更奇怪了 到底有没有一个四岁半的女孩走失了 如果没有女孩走失 这个杨女士又为什么来报案 如果女孩真走失了 为什么报案的杨女士 却不愿意提供更多的 关于走失女儿的信息 这诸多的问题 等待着民警找出答案 就在杨女士报案的第二天 民警在海量的监控录像中 有了发现 发现确实有一个男子 领着一个女孩 在出现南路 有路过的画面 他非常肯定地指出 这就是他的走失的女孩 在这个时候 他就情绪非常激动 所以我们也就警方赶紧 根据这一线索 加大对周边社区 城中车的进入的一个寻找 民警一边继续加大了 对走失女孩的寻找力度 一边着手要对报案的杨女士 进行DNA血样的采集工作 此时却发生了更蹊跷的事情 按照走失儿童 我们要采取父母的DNA血样 我说这孩子的父亲也不在 现在目前直戏亲属就你一个人 那要采血的话 那必须要采他的血 他就很反感 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甘女士坚决不予采血 如果说 杨女士之前不能提供走失女儿的更多相关信息 的确是出于种种无奈 那么不愿意为了找到女儿 采集自己的血样 已经完全说不通了 这都有助于他找孩子 能够提出来的要求也没有过分之处 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好拒绝的 作为一个走失的家长 作为一个母亲 那么他不应该这种反应 他要么不是孩子的亲属 要么就可能 或是怀疑 实际怀疑 他有可能参与了这个 可能是拐卖儿童 或者是参与了这个案子 迫于当时的情形 眼看着谎言实在无法遮盖 杨女士无奈中 硬着头皮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在这种环境下 他才被迫说出了 不情愿地说出了 自己是不是孩子的母亲 自己是一个托管班的老师 他是这附近一个小型托管班 称不上幼儿园 小型托管班的算是园长 底下托管了20个孩子 前天后全托 当天他是带了4个孩子 在路上玩 过完马路 他一回头 发现少了一个 确实没想到 他是一个孩子的老师 他给我们公安机关 承受过程中 也压根没有提到 他从事托管班这个职业 对 就是在西岸这边 暂时的无业居住 带着孩子过来准备找工作 说出真相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 在办公室就 让他与孩子的父母 进行了联系 孩子母亲 当时就在西岸 那个园长 然后19号早上 给我打了10点多 我带着可能刚起床 就是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说 要我老公电话 然后我就问他啥事 他说小孩丢了 记得我当时还在电话里面骂他 然后我就盼着机会 我电话一摔 哎呦 你说这幼儿园 这杨老师是怎么想的 丢孩子这么大的事 你还不赶紧着 配合警察破案 你还蒙他 然后说的所有的细节 全都对不上茬 这不是耽误事吗 这老师啊 真不知道亲众 他这就不是不知道亲众的事 他这又没一个资质 又没一个这个合适的场地 可能连这样的相关的许可都没有 他就自己把幼儿园给开起来了 最关键的是要了命了 这幼儿园怎么 他就开在这个光天花日之下了 像这样的老师带 那不出事才奇怪了呢 你说这老师奇怪吗 我倒是觉得这家里头 这一家的人也够奇怪的 自己的孩子还是全脱 那么长时间见不着一面 就送到这么一幼儿园 他还真放心 有现在的孩子你真得看着 不看着他真丢啊 就这两天25号 江苏无江 有一个姓豆的人家 小男孩丢了 怎么回事呢 那是孩子妈自己带着 在家门口玩 玩着玩着呢 妈想上个厕所 你想在自己家小区的那个院里 自己家的门口 而且周围没有人 所以那妈就说 你站那等一下啊 我两分钟就出来 顶多也就三分钟的功夫 再出来孩子没了 这家长就拼命的找 周边全找了 你想孩子还不到三岁呢 如果他是自己跑丢了的话 他能跑多远呀 那早找着了 居然就找不着 那肯定是让别的大人给抱走了 对了 那小孩啊 不到三岁 身高不到一米 说是个小胖虎圆脸 还剔着个心形的头发 谁要是看见这孩子给个线索 人家长要重金酬谢呢 这江苏怎么觉得有点丢孩子成风呢 怎么我听说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也是在这个江苏 是江苏的南京 有一个姓英的这么一户这个人家 一个小女孩啊 这也是自己跑着玩着就给跑丢了 结果呢 这个大人就找啊 蛮嗨嗨的就开始找 找了以后呢 可是大家伙呢 就有点担心说 为什么因为这孩子有个特殊情况 这孩子呀 他是一个存储家庭的孩子 他现在这个父亲呢 是这个 继父 是他的继父 没想到啊 人家这继父非但没有说一点说 哎呀 找了这么久了 不是自己骨肉就算了 或者怎么这样的一点 一点想到没有 反而这继父把自己名下房子拿出来都卖了 说这必须找的孩子 只要能找的孩子 这五十万元的这个现金 我马上我就这个当做这个悬赏 能把我这个小女儿给我找回来 怎么都行 我觉得看上去这个父亲 这能当爹能当到这个份上 哎 也说的过去了 自己的孩子还得自己操心 不是说出了事了 你拿钱出来还是怎么真的能弥补得了的 平时你就真得把孩子往心上去 其实啊 在生活当中也有好多人 比如说 我就招几个街坊邻里的孩子 三个五个的 然后我看着呀 看着他们做作业 给他们做点饭 就跟那种民间的小饭桌似的 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执照 但是呢 这也不是坏事 人自己能挣点钱过日子 还能帮个街坊邻里 可是弄大规模的不行 您真就弄了一幼儿园 一招招了好几十个孩子 你又没个资质 你看不住 你这个多大不事啊 现在呀 也关于说老实话 有些父母也不知道 就跟真跟郭刚刚说 半边脑袋是面 半边脑袋是水 他都不能碰 一碰他就成疆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说你买个什么 你买个什么吃的 买个什么被盗 买个茶缸 喝个饮料 你可以摊点小便宜 弄点什么 你这孩子送过去 管托的大事 你这玩意儿能占便宜吗 哪便宜跟哪去 这不出事 那还个吧聊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你说这个阿姨 这个园长 一通胡说 可能是耽误了不少的功夫 会不会耽误了找孩子 会不会把最好的时机 就这么给耽误了 关于这事 七嘴八舌的一轮还多着呢 我真的很不高兴 你多说这一点就行 这个拒绝记者采访的女人 就是谎称自己女儿走丢的报案人 杨女士 他所成立的托管班 我们经过后来的侦查发现 没有任何手续 我们已经联合了工商 还有相关的政府部门 对该托管班予以了取缔 那么他当时之所以会抱着这个心态 就是害怕事情闹大 失踪女孩的父亲不在西安 母亲工作忙碌 又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 于是将孩子托管在杨老师这里 一个月接孩子的次数超不过三四次 当杨老师给孩子的母亲 拨通电话说出真相时 已经过了整整三天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蒙蔽不住了 因为这个DNA做出来之后 如果是错误的话 会导致整个案件的方向是逆转的 所以说他说他不是孩子的母亲 由于怕家长的责问 所以没有跟孩子家长通知 他直接带到公安机关 想要求公安机关 就迅速把孩子找着 想免除自己的可能是责任吧 他不敢面对家长 所以就是说自己孩子的母亲 想在这个尽快把孩子找着 然后平心这个事情 压根不想让孩子的父母知道这件事情 反正我就第一反应就是 就是想问他 就是为什么当时就不通知我呢 但认识我娃的人 你只有你一个人认识我娃 是吧 说实话 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认识 你就哪怕在你跟前 是吧 你找到的你也不认识那是我娃 那照片又不清晰 我这边朋友所有人基本上都能知道 就见了面都认识 熟得很熟 所以我就想 你为什么当时不通知我呢 一通知的话 人都是不找起来方便 说别人还不会让人呆着 这个孩子的母亲 我当时感觉就是因为也是在西安打工 对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当时就感觉人是麻木的 非常已经感觉思想上已经转过神来了 对 做的第一件事情来讲 就是说是赶快通知孩子的父亲 通知家里边的人 然后去取钱 还要复印上万份的群人启示 一天后 孩子的父亲也赶到了派出所 父亲就对当时大喊大叫 就破口大骂 就非常责怪他 说你帮孩子弄丢了 你看这事情怎么办 你这孩子丢了 这不是说这件东西 找不回来 你看你咋赔 你怎么补偿 更让大家气愤的是 在调查过程中 民警了解到 杨女士为了免责 不仅仅是隐瞒了孩子的身份 这么简单 他跟我们公安机关反映说 孩子是过马路之后走失的 那么经过我们相关的真空空相的调取 孩子是一个人 从他所新设立的托管门楼上 走下来之后自己走失了 那么两个案发地点 相续甚远 那么我们针对于杨女士给我们提供的错误的案发地点 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都是无用功 这是杨女士新租的房子 他当时和幼儿园的另外两位老师 带了他自己的孩子和托管孩子 总共五个小孩 到新租的房子 来打托旅程 这是失踪的女孩 走失这个女童 应该是年龄比较小 在一个不太爱说话 可能在玩法过程中 感觉我熬到一块儿 然后就自己出门了 出门以后 又是第一次到陌生环境 不认识路 所以可能越走越远 然后一直就走到十字口附近 孩子的母亲当时在西安的街头 散发群人启示 在这个周边的这个交线 进行这个张贴散发 这个当时我们看到确实是很心酸的 反正就每天就是 睡嘛 我也不知道是咋睡着的 吃饭嘛 反正我好几天都感觉没吃饭 那么惊恐画面中 这个男人究竟是谁 他带走女孩为了什么 女孩失踪了这么多天 他是否安全 有没有遭受虐待 或者其他不测 心急的父母 还能叛到与女儿重逢的那天吗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一线 今天我们在讲 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个小女孩 失踪 并且在不断寻找的事件 到场嘉宾 媒体评论人杰文金先生 情感问题专家 毕竟女士 欢迎两位 就是一个自己开的 所谓的幼儿园吧 但是他没有执照 他没有自治 而且那天呢 因为搬了新家 要打扫屋子 所以呢 几个老师带着几个孩子 一边带孩子 一边打扫屋子 而在打扫干活的过程中 你可能就没看着那个孩子 然后一个孩子自己就走了 就是这么个过程 反正作为看孩子 我觉得这不够专业 你怎么也得有一个成年人 在看着孩子 你不能大家去干活去了 那就先不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杨老师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因为对不起 小孩这个事太大了 这事很可怕 这个弄不好是人命的事 所以你无法 就是你不告诉他家长 然后我自己能找 我自己先找 实在不行 我就给警察打一电话 但我又不露面 我又不想说清楚所有的细节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我不想担责任 但其实你是蒙不住的 你这么拖下去 只会使事情越闹越大 就是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办事 其实我不太明白 怎么想的 我刚才看这个 我其实是认真的考虑了 我觉得也无外乎 就是这么两三种可能性 我觉得他有两种害怕 第一个害怕就是 他作为普通的人类 他就很震惊这件事 就吓呆了吗 就像你说的 你会害怕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个思路 就是孩子丢了 就这么几个字 就给吓呆了 惹大事了 第二 就是他这里边 是有很多责任的 然后他不想面对家人 不想面对孩子的父母 不想面对警察 这些东西 都会给他带来麻烦 他要逃避责任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 他里面有一细节 他们是刚刚帮过家的 我觉得是因为生意不错 如果这事而出了 直接对他生意有影响 是个小贪心 20多个人 是吧 20多个孩子 有20多个人 我记得 对对对对 那真的就是按 按每个孩子人头来算 我不错 他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两个人 一个一个自己租房 而且已经又搬了新家 换了新地方 那应该是生意不错 才会这样做 看前面那个事办的呢 是担小怕事 下子呆了 看后边是办的呢 胆挺大 就是我说呀 民间其实有好多 老百姓自己的小饭桌 就是我 反正我在家也没事 我就把街上邻里的 三五个小孩弄到一块 我们做个饭 看着做个作业 那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才是正规的 我们这个系统的小饭桌 像这样的一个 我也可能纳闷 唐二皇子 看着大街上 就那么个破楼 就打眼一看 就不可能符合我国 关于幼儿园 这个设立的相关的 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 就具体规计 比如说 长舍县舍 人均使用面积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 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包括失支的这样的一个 失支力量的这个要求 不可能符合呀 你怎么可能符合 一个专房里方 但是就挂了牌 幼儿园就挂了那 就唐二皇子挂了那 而且还就幼儿园给你送去 二十多个人 孩子 他就能把小孩给送去 对 家长也敢送 对 我姑且说 那个就是 想做小买买 挣点钱 咱理解 出了事了 这个事不能做买买 是是是 一时慌了 咱也能理解 但是啊 我觉得对 当孩子丢了的时候 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成年人 你先想到的是 那是一条小命的安危 你替不替这条小命急 替不替丢孩子那一家人 以后他们还活不活了 你替不替他们急 你得先替这事急 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为了赶快去解决这个事 而不是先想的是 我那买卖怎么着 别对我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先蒙着 我先别 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这个园长是坏人 他是他是胆小 但是我觉得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有弱点的普通人 在处理这事的时候 很自私 表现的这个 表现了一些普通人的人性中的恶的东西 我可以把自私后面再加上愚蠢两个字吗 真的有点愚蠢 因为这事你免不了责 脱不了身 说到这个普通人身上的普通的恶 这个故事咱们接着往下看 后来怎么了 监控录像显示 失踪的小女孩 当时是跟随着一名中年男子 在西安市珠雀大街南段 行走了大概500米的距离 随后消失在监控画面之中 那么这名中年男子 从监控上看的年龄大概也就是35岁到40岁之间 那么我们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判断身高 大概在1米70到1米75之间 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 他带着孩子是善意还是恶意 因为从画面中还显示这个男子 他带着个女孩 先从他出现的地方 就是往一侧走 就是有队友所指 好像在指什么东西 好像就在问女孩 你可能问你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牵着孩子慢慢的走 那么我们分析 如果说是拐卖妇女儿童的把孩子抱起来 那就很迅速的消失了 离开现场 他不会在现场周边 他就这样寻寻 如果只看到前面这些录像内容 貌似这个男人确实是带着孩子在找着什么 然而接下来的这段录像内容 就让事情显得没那么简单了 他当时从人家道走过去 路边就停了警车 而民警就在旁边 他从警车横边走过去 他没有一点想报警的意思 就正常常理来说 就捡到一个孩子 第一想法 先是有困难小民警 先求助于民警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百思不得其写的 就是不明白这名中年男子的动机是什么 他想要去做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以后 就是心里边可能 就有个想法 可能他要带走这个女孩 并不是这么顺利的想把女孩规划回来 这样子就非常难找 因为周边的我们环境也比较复杂 想要几个大型的城龙村 里边宅住人口也比较多 小区也很多 这样搞起来就难度相当大 就这样 神秘男子带着迷途的女孩 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孩子只有四岁半 那么连续的六七天时间 这找不到人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我们派出所 分局 先是还有省上 领导都非常重视 调局的人员也比较多 一直在努力查走 限索 2013年8月21日晚 事情有了重大转机 一个陌生女人用一个公用电话打给孩子的母亲赵女士 核实了一些孩子的信息后 称孩子在她那里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22日早上10点 一名男子再次打电话给赵女士核实孩子的相关情况 此时赵女士正在派出所 她已经感觉就是几尽控制不住情绪了 那么我在不停的不停的就是用手势去安慰她 你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你绝对不能够让这个嫌疑人知道你在公安机关 同时来讲因为我无法和她去说话 我就用铅笔记在白纸上 就是逐字逐句地告诉她 这个你和她谈话 要点是什么 下一句你要问什么 你要跟孩子通话 什么什么怎么样 那娃跟我说话 她说她就娃娃在那里边喊我的名字 她问她 你妈妈叫什么 她说了 然后我就跟她确定 说是这个小女孩在她的家中 那么她已经把孩子家里边养了四五天时间了 那么就是跟孩子的母亲进行交涉 我当时反正就哭了 反正一直在哭 那个人也在那上 我听不清你说啥你别哭了 反正我就一直在那哭 反正我让她把小孩送过来 她说 她说那个 她说就是要的 可能给点钱了啥的 想要点 酬劳金了啥 她给孩子母亲说 你看我这 我打工了 我也不容易 生活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我给别人做木工 一天的工资是三百块钱 你看我这耽误了几天 她就是给那个母亲递话 至少把我们上班这个损失不过来 经电话交涉 孩子母亲提出给对方两千元钱 作为酬谢换坏孩子 对方表示同意 并约定了见面地点 那么给了这两千元钱 就真的能顺利换坏孩子吗 这背后会不会还藏有更大的阴谋 交换孩子的过程中 如何能确保孩子和母亲的人身安全 害怕这事情有什么情况 可能警方不能排除 对方就是绑架 或者到了现场 对方不归还孩子 或者再提其他要求 所以我们决定跟孩子的母亲 共同到达这个约定见面的地点 由我们的副所长 行政副所长 乔庄城孩子的父亲 与这名男子见面 我跟警方他们就是打了个出租车 后边是几个人在那边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警官 然后两个人坐在出租车过去 车上坐得很好 到了现场你一定要冷静 要镇静 不要着急 不要惊慌 不要先下车 听从我们公安人员统一安排 终于中年男子抱着走失的女孩 出现在了见面地点 然后她在怀里抱着呢 当时发型头发的都不是那就西瓜头了 就是反正从中间分着别的发卡 然后穿着那个白的裙子 这个前一人抱着孩子 出现在我们视野中呢 这个孩子的母亲啊 就不顾一切的横穿马路就冲过去了 那么当时我没有拉住 确实也是拉不住 那股力量是很大的 我感觉那是母爱的力量 对 然后呢我就跟过去 她把孩子一把从嫌疑人的手中就躲过来 抱在自己的怀里 这个孩子也哭 母亲也哭 母女俩气不成声 你就是激动的 记得小宝儿 现在首先宝儿抱着怀 我就赶紧就提醒她 你看看孩子 这个身上有没有明显的外伤 问问孩子 简单的问一下 那么这几天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遭遇呀 什么经过呀 那么她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说是去看孩子身上好着没有 一看就感觉 肯定人家也没有办法打架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他不好吹 然后把我气了 我就那问他呢 你当时为什么会跑呢 反正他走着找不到老师了 然后就叔叔过来就把他牵走 孩子母亲接过孩子以后 拿出来一个信封 当时时间准备好的就是两千块钱 就是以前约定好的两千块钱 递给这个钱孩子这个男子 然后他把钱拿着以后 我们刚好就赶到 赶过去 就把这个男子带回来 这位就是带走迷路女孩的李某 目前他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就是我交给检查 他父母就不记得我的好了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对我先介绍一下 一个相关背景 就是至少现在孩子的爹妈 不敢随便把孩子搁在任何一个 没有资质的脱碗班了 出了这个事之后 孩子已经送到一个正式的幼儿园了 而且以前搁在那么一个 不靠谱的脱碗班里 她妈就是一个月都来不了 看不了孩子三四次 现在就是几乎天天 或者是隔一天就来看孩子了 所以这件事 至少给了家长一个教训 家长多少负责任一点了 那么说到这个案件本身 现在这个捡孩子这个男的 他说他是个木匠 就这个木匠 我觉得木匠 肯定觉得自己特别冤 因为我捡的 又不是我偷的 我带回家 我没干嘛 我好吃好吃 我陪着他玩 后来这孩子送到冤建定去了 真的没虐待 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最后呢 我不过就是跟你们家 要两千块钱辛苦费 你们答应给我的 孩子也还给你们了 你们现在不念我的好 先给的孩子还是 你们不念我的好 把我交给警察了 现在弄一敲诈勒索罪 木匠老师觉得自己非常的冤 你们觉得他冤吗 这谈不上冤 首先说谈不上冤这个词 但是呢 说老实话 我们会觉得 如果是叫我的话 我会觉得 如果是真的以这个 如果是以教训的这个角度来看 以法律的这个严肃性的角度来看 那么如果说真的 以这个色情敲诈勒索 来进行法律争办 对他来讲呢 他也没什么跑 倒也没什么跑 也能成立 倒也没什么跑 说实话 但是呢 如果从人情 因为他中间有个细节 对 他抱着那个孩子经过警车 看见警察 对 您要是正经人 您就应该报警 您为什么不给警察 已经给 已经给你一个机会了 这个时候 你走了之后 你看见了人家贴出的寻人启事 你几次三番打电话 跟人家摸情况 不给孩子 把家长给急成那样 最后提出要钱 才能给孩子 所以 所以他谈不上一个冤字 但是如果真的是 如果按照那个去 行事处 重处他的话 按照这个 因为实际上 超大勒索 是可以判得比较重的 如果真的成立了的话 是可以判得比较重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因为毕竟他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 至少说恶性不大 而且呢 没有造成的实际的伤害 在这个里面 理论上来讲呢 这个情节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 这个我个人觉得 相对属于就是矫情 而且是否是真的是 这个敲诈勒索本身呢 还是就是跟杀水 你刚才说的这样的 是一个既贪且蠢的 一个行为 很像这个 这个就很难说 很难说 你说他是个正经人呢 他一定不是 但是你要非判了 反正现在没判的 就是嫌疑 你要非判了他呢 他在坏人中 也属于老实的 也属于真的是 他才要了两千块钱 直接人就先没给钱 把孩子抱走了 抱走就抱走吧 就是也不算是特坏的 真不给他 他也没辙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 为什么从这一点上来看 所以他两个很奇怪 一个是说 有警察他不给人家 这是反映他坏了一面 另外一方面 到了那个场面 他把孩子先给你了 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个事 你看 一开始先给人家打电话 的是一个女的 核实情况 是个木匠的老婆 对 你是女人 你也有孩子 你是说母亲的 你不知道有母亲 丢了孩子有多着急 你们还这么干 就是说这两口子 我还是想说我也不觉得他们是十恶不赦的罪犯 但是就算是个普通人也是普通人里边 又贪财又 就也挺恶的 就是我 但是你你知道如果你要是从他的角度 他一定有他的逻辑 他会觉得你们在家里大人是怎么回事 让这么小的一孩子跑出来 我给你们捡着了 然后我好好地带这孩子 你们应该谢谢我 又没伤 又没 就高高高高高高 太会 跨了几圈吧 这里头又找不着一大坏蛋 但是真是一个 这个事都特别是闹心的一个事 每个人都普通人的恶 就把这个事给搅的 每个人都自私不负责任 推脱 贪心 然后就把事给搅成了这个样子 我是觉得这里边其实都特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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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